立法起始租金 立法起始租金 基層免艾跪租 基層免艾跪租 施政報告提出立法規管劣質劏房 以兼迫房取締 社區組織協會說 有業主表明不會改裝劏房 將提早離場 因為他說改裝一個劏房 要十幾萬 如果整間屋 你都成幾十萬 看看你裝多少個 還有他們說有個難度 怎樣鑑到間間有窗 很難搞的 他說有些屋做不到的 除非你劏開兩個 好像我們這裡有單邊窗 那你怎樣劏 最多劏兩個還是你三個 社區組織協會 聯同多個農屋、板間房 和劏房居民召開申訴會 協會說 不少於八平方米的劏房 現時的租金大約是四千元 估計和日後的減破房相約 市民未必有能力負擔 其實真的要合理地安置我們 最簡單的衣食住後 最基本的事情 我們自己都要求不到 如果它貴了 我們又負擔不起 現在整班居民都不知道 這個柬埔房的要求是怎樣 我只能夠業來信秀 你不能跟業主聊天 那個業主說我是被政府規管的 我執行我 我盡量 你要配合 你不配合你就走 除了劏房 這些床位 也都是基層市民會選的容身之所之一 這一戶的床位房住了22個人 每個住戶只能夠放一張小床 睡覺的時候想伸直隻腳都難 協會說 立法規管不包括這些床位房 至於是不是規管版間房就含糊不清 要求政府應該擴闊規管 廣播新聞網記者梁曉偉報導 謝謝大家 所以